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个极限挑战 磨砺的是装备的战斗力 随着一代代新型战鹰搏击蓝天 一个个曾经被视为不可能的挑战 也逐渐被征服 今天我们要走进中国航空工业 在贵州安顺大山深处的飞机制造厂 感受山鹰是如何挑战失速违旋的 失速违旋训练 一个几乎让全世界飞行员 都弹枝色变的飞行训练客户 他曾因难度过大 风险过高 在国内飞行院校中断训练近30年 一旦失速进入违旋状态 战机就像进入一个巨大的磁场 拧麻花一样急速翻转下坠 完全失去控制 据统计 航空史上作战飞机失势 有40%左右是失速违旋造成的 那么 什么样的战机 才能成功飞越死亡陷阱呢 在我旁边的就是尖叫酒 又被称为山鹰 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一款 高级教练机 它也是我国飞行员人才 培养非常重要的一款机型 同时也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课目 就是失速违旋 也被称为死亡螺旋 那战机一旦遭遇失速违旋 就会失去控制 一边下坠 一边侧翻偏转 处置商有不当 就会击毁人亡 这被视为飞行的禁区 那为了更加贴近实战 保证飞机和飞行员的双重安全 飞行学院就会设置这样一门课目 来帮助学员掌握违旋改出这项技能 而山鹰也是第一款我国飞行员 自主完成违旋试飞的信号 山鹰最大的亮点就是它挑战过 几乎所有失速违旋课目 发动机车 我呢 动车任务 三中列改出违旋 2011年3月 山鹰失速违旋试飞过程中 试飞员进入各种违旋30多次 飞机赴仰角最大达到50度 试飞员复故在最大达到两季 其中两次还进入了风险巨大的倒飞违旋 山鹰成功完成违旋试飞课目 找出了各种模态下改出违旋的有效办法 更重要的是 这是我国首次在星期定型中 全部由我们自己的试飞员 来飞失速违旋课目的机型 为我国航空试飞技术填补了空白 较久这一块是全程按照国军标 来完成这个失速违旋相关的工作 我们是从失速违旋相关的实验到试飞 全部都是由国内人员自主完成的 真正的试飞工作 是我们国内的飞行员组织完成 失速违旋不是飞机的正常飞行状态 一般是飞行员误操作 导致飞机仰角超过特定临界角度 或遇到不稳定气流时发生的 实际飞行中空中情况变化多端 飞机难免会进入违旋 因此每款战机在研制试飞过程中 都要找到改出违旋状态的最佳方法 以知道飞行员在处置空中特勤时 能尽快转飞为安 但每一种飞机改出违旋的响应时间 是不同的 尖叫机一般在五秒左右 有些飞机会达到十秒甚至更长 而尖叫酒改出违旋 最短只需两秒 这与它优良的设计分不开 山鹰有着银灰色的金属涂装 高高隆起的机背极具立体感 那山鹰采用的是两侧内下进气的方式 在它的进气道外有一个挡板 这就是它的斜板 上面是布满了小孔 能起到负面层分离和隔离负面层的作用 减小负面层效应 对发动机工作的影响 能够保证飞机在高空高速时气流的稳定性 和飞机的稳定性 同时它采用的是全新的气动布局 那么在机翼下方还可以挂载 空空导弹 火箭弹 航空炸弹 可进行空空空地实战技能演练 所以说山鹰不仅具有训练能力 同时还坚决一定的作战能力 2006年 山鹰首次在中国航展上 进行空中特技飞行表演 它使而自由翻滚 使而低空通场 俊美的双翼仿佛力剑出鞘 优良的机动性能令人印象深刻 贵州安顺大山深处 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的贵飞公司 是山鹰诞生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 贵飞人在米格21教练机基础上 制造出双座高级喷气教练机 尖叫漆 随着三代机大量装备部队 这里的军工人在吃透尖叫漆的基础上 快速改型升级 2003年 一款名为山鹰的高级教练机 在大山深处实现首飞 此后 在空军海军大批量使用 显示出航空工业后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飞机就是尖叫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它的色调是由蓝白色调为主体构成的 而它的漆头是采用的一个比较远比较短的漆头 我们再来看一看由它改进而来的尖叫酒 那虽然尖叫酒是由叫漆改进而来的 但是已经完全看不出圆形机的模样了 如果在叫漆那种设计构型下 它是装不了什么设备的 空间很小 全部被进去到站了 在叫酒飞机上 我们里面可以装大量的设备 包括航电的设备了 通讯导航的设备了 都装在这里面 我刚才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就是尖叫漆它的前后座舱 是在一个水平线的 但是可以发现 这个怎么的尖叫酒它的座舱 后舱要比前舱高出很多 对的 尖叫漆因为它前后舱落差比较小 后舱飞行员司机也很差 这对于教学和飞行的安全 都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尖叫酒为了提高训练功能 把前后舱的摩擦加大 加大以后 再确保前舱飞行员 有很好的世界的同时 后舱飞行员也有比较好的世界 叫酒飞机上 我们就使用了整体圆弧风档 这个风档就是中间没有骨架 而且它很连续 往座舱外看的时候 视野就显得很开阔很干净 尖叫酒它的机翼采用的是 一个双三角翼 作用是什么呢 到了三代机时代 飞机不再追求高空高速 而追求它的机动性 和良好的起降性能 双三角翼加大机翼变积 它能够有效降低飞机的 最小平飞速度 同时大幅度改善起降性能 更适合于三代机飞行的特征 这个就是能够满足三代机 飞行的训练需要 一款优秀的战机 身板不仅要足够硬 还要足够轻 而先进复合材料 能让战机练就绝世轻功 要知道 在飞机上每减轻一克质量 其价值可要远大于一克黄金 碳纤维复合材料 相对金属材料轻便很多 可使飞机大大减轻自重 减少油耗 增加有效载货 提升航乘航时 此外 碳纤维复合材料 还具有性能高 抗疲劳 耐普时 可涉及性强等特点 综合性能再过钢筋铁骨 这里就是竖控车间 可以看到在我的两侧 就是一台台的竖控机床 而尖叫酒大部分的零件 都出自于这里 在我面前的这样一个大零件 就是竖控机床生产出来的 可以看到它有大小不一的矿盒 凹凸不平的形状 是非常复杂的 那在原先生产出这样的一个零件 是需要几十块的小零件 拼合起来的 而现在通过竖控机床 就可以进行一体化的生产 在尖叫酒的机身上 除了使用金属部件之外 在机头尾一等部位 还使用了新型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的使用 是战机由二代机 向三代机升级的特点之一 在我旁边的黑色材料 就是飞机的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表面的电磁波 通通性很好 而普通的金属材料表面 有很强的电磁波反射作用 所以复合材料表面可以确保 飞机的雷达和通信设备 可以有效地接收电磁信号 那在我面前的这个复合材料 我们来颠颠颠看 可以感觉到它非常的轻 大约只有一公斤的重量 我们再来敲一敲 可以感觉到它的这个声音 是一种镀料的质感 那虽然它非常的轻 但是它的强度 却比钢板还要强 那这样的一块复合材料 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跟我一起去看一看 大家看 在我身后的这个透明的房间 就是净化间 它是孕育飞机复合材料的地方 我们来看 这就是复合材料的原料 感觉非常的薄 那它需要一层一层地堆叠起来 它是由碳纤维和树枝构成的 而且它的原料储存条件 是非常严格的 在零下18摄氏度之下 它能够储存一年 而在常温之下 它只能储存一个月 所以说它需要在一个 专门的冷藏室进行冷藏 那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拿出来 上面的这一层呢 它的精纬度 跟下面这一层 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呈现一个45度角 这是因为根据 不同的强度要求 复合材料需要 以不同角度的精纬进行叠加 从而增加强度 以达到设计的要求 所以说 复合材料的堆叠 并不是简单的叠加 而需要根据设计工艺 来进行不同角度的堆叠 少到几层 多达上百层 来形成我们所需要的 飞机复合材料部件 银河而成的飞机 复合材料部件 需要通过旁边 这样一个大的热压罐 对它进行高温高压的固化定型 才能转移到下一个生产工序 三代以后的飞机 大量采用复合材料 它的性能会有极大的提升 整个飞机结构稳定性 结构效能大大的提升 飞机的航程 速度 超音速巡航 大大的提升能量 而且的话 它结构可设计性强之后 可靠性更高了 我们下一代的教练机 很可能就是 全辅台结构的了 现在山鹰家族 又发展出了新成员 我们看到 在我旁边的这个跑道上 正在进行滑行的 就是山鹰系列飞机 FTC2000G 大家可以看到 它采用了T型机翼 并增加了边条翼和前缘机翼 低空低速性能 有了很大提高 它要进行多个科目的试飞 那么今天它要进行的 就是其中一个试飞科目 本次试飞是对 FTC2000G雷达改进后的 第一次试飞 会对飞机的部分 基本功能进行检查 并录取雷达杂油 检验雷达性能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天气状况 并不是非常的好 能见度比较低 这也是大大增加了 飞行的难度 而且可以听到 现场有非常巨大的轰鸣声 我也是几乎听不到 自己的声音的 那么飞行员 飞行的难点之音的 就在于 跳驾驶不同的飞机 来进行多个科目的检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也是对于飞行员心理素质 和操作技能的极限考验 现在飞机正在 从我身边划过 已经起飞了 整个飞机 鉴定是飞期间的 要测试的项目 大概有几百项 都是要一一对照 沿着总要求来测试 要去把每一个指标 都是要达到的 试飞场上空 纯来飞机盘旋的轰鸣声 今天的虽然是阴天 但是呢 还是可以看到 它正在平稳飞行 期待一切顺利 我们看到 现在FTC2000G 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试飞之后 已经成功降落了 今天主要是 进行雷达功能验证试飞 验证了雷达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 全方位对目标进行搜索 识别和跟踪的功能 试飞结果达到了设计要求 空中战营一次次挑战极限 淬炼战力 而在陆地上 重型装甲也在接受着极限的考验 现代战争 打保障首先就是打偷送 随着重型装甲部队作战空间和范围不断拓展 只有投得远 投得快 投得准 才能赢得战争先机和制胜优势 我们走进演讯场 看这些重装铁骑 是否能够通过极限考核 消炎弥漫 战火纷飞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 模拟的复杂的战场环境当中了 那么今天呢 重型装备运输车将在这里 接受这个模拟战场路况的考核 现场应该实在太大了 训练我睁不开眼睛 重型装备运输车呢 它的车体更长 更宽 体积也更大 所以说这样的考核 对于驾驶员来说 忙区也更多 这就非常考验这个装备的性能 特别是对驾驶员的驾驶技术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在这辆重型装备运输车 正在进行S型路面的考核 它速度非常的快 那现在呢 这段S型路面呢 它的长度呢 是有140米 总共设置了四道弯 从空中俯瞰下去 就像一道蜿蜒的蛇形一样 这个轮胎是不能够压到边缘线的 非常考验驾驶员转向 以及对车轮轨迹运行的 这么一个掌握技能 好 现在这辆重型装备运输车已经进入了直脚拐弯路段了 那么现在从我这个角度看到的呢 它是一点都没有压到这个外边缘线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内直脚点 这儿有刚刚重型装备运输车留下的这么一些车辙 可以发现这个车辙离这个三角 这大概只有一闸的距离 这可以显示出来 这个驾驶员对于打方向以及拐角时机的 这样的一个预判的精准度 那这么一点距离 对于这么大的车来说 真的是太棒了 驾驶重型装备运输车已经很难了 那么倒车入库相当于难上加难 我现在所在这片场地呢 是倒车入库课目当中最难的一项 叠形倒库的场地 从空中俯瞰 整片场地呈T字形 拐弯处呢是90度 那对于重型装备运输车 这个巨无霸来说 拐弯的角度越大 操控的难度就越大 而今天我们又把这个难度 再升级了一点 大家看两边围墙的这个距离 我们缩小了10公分 那么一会儿呢 重型装备运输车将从我的左边驶入 再从我的右边开出去 再次从右边倒回来 听起来呢就是三句话的事 但是对于重型装备运输车来说 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我们一起来看看 它到底能不能完成呢 重型装备运输车 不仅仅是长宽比 超出常规汽车 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重型装备运输车 在倒车时 方向盘的转向 和车身的运动方向 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 车辆向左打方向 车尾向右转 这就打破了 常规的驾驶习惯 和转向模式 这次的叠行倒库 终于是完成了 你看啊 哪怕是缩短了 只有十公分的距离 但是对于重型装备运输车的驾驶员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刚刚在倒库的过程当中 有那么几个瞬间 我真的以为车体要撞上墙了 但是幸好还是很顺利地去完成了 敌情通报 前方500米 通过染毒地带 车辆做好防护 我们现在收到了最新的敌情通报 前方即将通过的是染毒地带 那刚刚呢 这两位班长已经开始 戴上这个防毒面具了 那我也要开始戴上我的这个防毒面具 车辆开始狂缓地往前行进 我已经看到前面冒起了白烟了 就在我们的前方不远处 这个烟的量还是非常的大的 现在基本上前面的视野 已经完全地被拢烟和拢占住了 看不清楚路面的状况 这个时候对于驾驶人来说 就相当于是忙开了 在刚刚的模拟战场训练当中 重型装备运输车在战士们手中 发挥出了最佳的技术性能 现在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 重型装备运输车 它是由天引车和半挂车 两部分组成的 也就是说车头和车身是可以分离的 在战场当中 如果说出现了车头或是车身的损坏 马上就可以对损坏的车体进行更换 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浪费了 那么在每一次的任务当中 战士们都要对车头和车身 进行精准的对接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的 就是车头和车身的对接训练客户 大家看牵引销的直径 基本上和我拳头的宽度是差不多了 那么当牵引销和安坐在对接的时候 这两个部件之间左右距离的误差 是不能大于两公分的 而且这个时候驾驶员其实根本看不到 安坐和牵引销的位置 它只能通过后视镜来观察前位灯 作为参照物来移动车体 所以这基本上就相当于是 闭着眼睛来穿针引线了 难度非常的大 很考验驾驶员的目测判断力和车感 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呢 难度就必须更上一层楼了 我在这儿准备了一根钢针 我要把它设置在车头的尾部 我们再请一位战士来设置一个把镖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再请驾驶员来移动车辆 让他移库倒车 来看看这根钢钢针到底能不能够一击命中 法标十环的正中心呢 班长 挑战开始吧 我们再见 那刚才就在我眼前 这根钢针是直直地扎中了目标吧 大家看啊 这个钢针扎中的就是 十这个数字的正中间太精准了 这样的一个成绩 其实是战士们日复一日的训练 以及他们千锤百练 不容失误的战斗精神 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也保证了 每一次的极难险中任务 连战连结 大家听到了吗 马达轰鸣 现场的装甲车都已经启动了 马上将要进行的 就是装甲车的装载工作 那么几时登中的这个装甲车 要分多少步才能够装载到 重型装备的日输车上面呢 首先第一步 就是要把车尾部的杜板给放下来 那么马上呢 指挥人员将会通过杜板登上车 我们一起去 现在通过杜板 我们来到了这个 重型装备运输车的平台上 大家看 在这个平台上呢 有一些装置 我们来看的是 首先这边有四组这样的限制装置 那么他们呢 就可以防止这个装甲车 在登上重型装备运输车的过程当中 发生侧翻 那同时呢 两面还有两列的这个防滑钢条 它能够增加装甲车的这个摩擦率 去增大它的这个抓地的能力 现在装甲车 在指挥人员的指挥之下呢 已经登上了这个重型装备运输车了 那么在它登车完成之后呢 战士们还将对装甲车 进行捆绑加固 来增加装甲车 在运输过程当中的 这个稳定性和安全性 对重达几十吨的履带装备 进行装卸载 安全风险非常高 犹如在刀尖上行走 在组织装卸过程中 重装备运输车 与被托运的离带装备 中心线必须始终保持重合 需要驾驶员与指挥员 密切协同配合 精准调整控制 现在呢 这辆装甲车 已经是稳稳地停在了 重型装备运输车上了 那么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重型装备运输车的稳定性 到底有多强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测试 我这呢准备了一瓶装满的水 那现在呢我把它拧开 放在这个平台之上 那边呢我们同样请班长 也放置了一瓶装满的水 那接下来呢 重型装备运输车 它会开始行驶 当它再次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将一起来检验 这两瓶水有没有倒 有没有洒出来 好 那刚刚呢 这辆重型装备运输车呢 已经出去跑了几圈了 那放在平台上的 这两瓶水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这两瓶水都还稳稳地 立在平台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刚刚在打开这瓶水的时候 水平面是在这个 红色塑料圈的位置 但现在呢 只往下走的 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所以说在经过了 颠簸路段的行驶之后啊 还是说明这个 重型装备运输车的 运输性能是非常强的 稳定性特别好 我们的拍摄接近尾声了 那么现在呢 战士们也接到了 新的运输保障任务 他们马上就要驶离营区了 现在啊 是重型装备运输队 但曾经 他们是从罗马队 大车队一步步发展而来的 这支重装投送的铁拳头 也正在为部队快速投送 主动赢得战场先机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同时也有效拓展了 部队的这种 重型装备的远程投送能力 相信在经过不断的努力之后 他们也将铸成更加牢固的 打不断 炸不烂 催不毁 击不破的新时代钢铁运输线 欢迎大家扫码关注 央视军事和利剑央视评号 或者通过央视军事微博微信 来和我们互动 好了 利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